客機前半截墳位燒焦 機尾截斷 大量碎片散落在跑道上 消防不斷射水和噴化學泡沫 南韓韓亞航空一架編號214波音777客機 由上海起飛經首爾去美國 降落三藩市國際機場失事著火 有多名目擊者都說 見到客機降落時機尾先著地 航班上有307個乘客和機組人員 由逃生滑梯疏散 當中有123人沒有受傷 中國領事館就說 有141個中國公民 包括34個高中生和一個教師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說 目前要找飛行紀錄儀才再確定調查方向 聯邦調查局就說和恐怖活動無關 受事故影響機場要暫停航班升降 韓亞航空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 發言人向受影響人士鞠躬 又說機師經驗豐富 機件沒有技術缺陷 動力裝置沒有問題 引擎也沒有異常 南韓總統朴槿惠向乘客和家屬表示 深切慰問 指令有關部門盡快處理事故提供援助 航空公司連同南韓外交部派人去三藩市 和美國當局展開聯合調查 韓亞航空是南韓第二大航空公司 以首爾作為基地 最近就擴大美國航空業務參與升空聯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韓榮生不得